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酒当歌 人生计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没有吗 去日苦多 苦多 土多 去日苦多特别辛苦 凯当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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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弓弩手朝他们射箭 不让他们尽前 叫弓弩手 弓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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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弓弩手 向他们 唯有杜康的唯字不会 凯当以康 像凯字不认识 康字也不认识 磕磕巴巴的背 注意说 叫得死而无怨 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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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敌当 大敌当前 希望先生不要堆积 推却 诸葛亮神机妙段 我 我 叫 气交我 也 气杀 气交我也 气杀 气 气 教我也 晕 晕不说 晕滑掉 你要做动作 一下就 打了个哈 你哈一回打吗 哈 哈 不是不对 你这这不叫 这不这 我真的好像是有 有一点没难情欲 哎呀 能行吗 十万之 哎 哎 看什么呢 他问话了 那现在注意力不集中 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你们看不出来 但是我知道 我心里有点急 我嗓子已经快筋疲力尽了 第一天 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 诸葛亮秘密的把鲁树紧到哪里 帮老师 我 我想演个戏 你也想演个戏啊 好吧 好 太正 你有你的积极性我特别高兴 第一段 主持 主持 主持人这儿啊 三国鼎立 三国鼎立 逐鹿中原 预备 起 三国鼎立 迪迪中原 三国鼎立 三国鼎立 你的声音没有他响 的 还有 一bé 主持人 混乱 什么 上面 背道 包你的冬天祈福我 我的内心 拿着弹,我拿着拨 小孩叫红柏扬 红柏扬踢着一小男儿头 别人嘲笑她是男孩子 因为我自己很敏感自己 小的时候脚的磨病 走道一缺一拐 人家叫我普瘸子 你的自尊心马上就抵触 其实现在谁叫 叫什么都没关系 因为我成长了 我有能力了 他生情很确确生生的 受委屈的一个样子 想来参加 想一块玩 尽可能带他玩 大声 用最大的声音读 你想当演员的愿望特别好 一定要让自己大点 学会大声说话 而且看着 现在你先背词 好 去练去 去练去赶紧背词 你到旁边去练练背词 谢谢曹丞相 上当了 上当了 你家在哪儿 去你家看看 我来给你打伞吧 咱俩打一个伞 好 你爹 奶奶多大年纪了 我都知道 你也不知道啊 你都得问 你都是大姑娘了 你家里的事 你得知道啊 知道了 哦 这是你家啊 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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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 他们说他们 他整短头像男孩子 太惨了不好吗 他都不会洗呢 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 好多都是短头发 对吧 就替短头发 他们说你 你不要理他们 在小学的过程中 我一直盼着毕业 快点离开这个 嘲笑我的这些人 那是男人房 什么 那是男人房 我下乡的时候 一屋子十二个人 住大通铺 你自己睡觉的时候 永远要把自己的 腿和脚盖住 好腿再上 不能让别人看着 我现在已经六十好几了 我太应该知道 我怎么对待年轻人 怎么对待孩子 己所不欲 勿失于人 佛老师说 整个都罢的女孩子 都是世界冠军 然后我就很高兴 再也不罢那些东西了 现在准备开始演出 准备开始演出 大声 往前看 大声 大声 往前看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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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 注意 你注意一下 你们俩不要落着 分开 分开阵 对 到了这么大场面了 到时候 后天 还有你们的家里面都在看 你们的注意力集中 再来一遍 三国鼎吕 说 三国鼎吕 竹鹿中原 朝朝帅 几十万大军 几十万大军 几十万大 降朝 蛇杖全容 说 天生周一 何在生出何亮 叫他来进 我自有什么什么 说最后一句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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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杜 朱格先生 我们要跟曹金交战 水战交战 用什么兵器最好 用弓箭最好 先生 我想得一样 现在 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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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 负责 你又背不下词了 快点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黎芳生 然后黎芳生 慢慢我就发现他 脑子不太转 注意不集中 老忘词 我真的很担心 是他自己说的 是他自己说的 我可没逼他 但是既然安排他了 是吧 他也举手了 我们也击掌了 我们有承诺了 尽量不换他 我鼓励他吧 一定还是以鼓励为主 我愿意下军令状 三天照不好 干受惩罚 拿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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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想参加 但是他的声音也没有 不敢大声说话 有一端盘子的角色 正好他喝 拿酒来 他自己拖着剧本就上来 我发现他还是有理解的 很恭敬地低着头 微笑着 别人把酒喝完了 又搁到盘子里头 他又退着走下去了 虽然他的任务不重 但是他觉得 他身上有戏比天大的感觉 真的有 他有 我一二三喊加油 一二三 加油 在普存心老师 严格却不失温柔的教学中 孩子们逐渐进入排演状态 可乌云却悄然而知 没事 没事 咱们得 他沿路也走 现在先蒙路了 这些没有用 真的是没有做好准备 要雨不停的话 面对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 普存心老师 要如何应该